大家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昨天周一 3月20日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全世界都高度关注习普惠 德语媒体纷纷发表相关报道 但不出所料 德国媒体对习主席此次访问的解读相当负面 这很正常 毕竟德国属于西方阵营 一直以来 德国把俄罗斯当成敌对势力 德国媒体认为 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 尽管中国不跟任何国家结盟 德国媒体还认为 普京及习近平同为专制国家的领导 他出访俄罗斯 绝不是为了所谓和平 而是为了展示对普京的支持 中国的立场并非中立 所以中国所谓的为了和平而充当调解角色 其动机令人怀疑 因为立场非中立 所以中国不够格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完全是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和平 这大概是德国媒体对此次习主席出访俄罗斯的基调 习近平访俄大概是德语新闻中国际版面的头条 本期节目 我们先来看一篇德国中间偏左的时代报的报道 其实是浙江媒体引用不同外媒的报道 习近平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观察者们认为 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 是俄罗斯对中国日益依赖的一个标志 然而中国主席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配图说明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也是中国报纸的主要话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访问被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许多记者注意到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对称 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拉脱维亚日报》写道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受国际制裁的普京的俄罗斯所依赖的大哥 但这次访问也结识了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 习近平在向普京承诺有意无止境的同时 还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可能的和平对话的调解人 《西班牙先锋报》也认为习近平有可能扮演和平调解人的角色 中国国家主席最有可能进行调解 因为他的优势盖过普京 而且俄罗斯现在迫切需要中国 与其他不被任何一方认可的调解人不同 乌克兰政府已经要求与习近平见面 他说即使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立场仍然相差甚远 中国的元首也可以成为可能的和平谈判中的关键人物 匈牙利《民主报》认为 中俄联盟是因为西方的一个弱点 陷入乌克兰狂热的欧洲 已经自我阉割了在俄乌事务中的发言权 因此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显示出危机的迹象 这对那些认为这个世界只存在于从洛杉矶延伸到 斯洛法克的人来说意味着糟糕的日子 而斯洛法克已经向乌克兰人提供战斗机 经济学家Timothy Ash在基辅独立报上 对习近平的和平努力持怀疑态度 中国已经等了很久 想看看乌克兰的战争会如何发展 他写的在与美国的冲突中 中国也从被削弱的俄罗斯中获益 但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 习近平现在也担心俄罗斯的失败 从而也担心莫斯科的政权更迭 对中国来说 这意味着他希望尽快接受冲突 但同时继续支持普京 华尔街日报探导了习近平的外交努力 会如何影响全球的南方国家 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这应该成为提供给这些国家的 替代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 西方国家的一个选项 他们可以加入进来 该报写道 在中国2月份公布的 有争议的12点和平计划中 中国还将战争归咎于美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 中国对迅速接触乌克兰的战争没有兴趣 美国人和欧洲人 在乌克兰的军事介入越多 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就越少 习近平希望他们离开那里 因此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很合适 而且他也不希望普京失败 所以他可能会对俄罗斯人 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 给予适度支持 中国不会带来和平 下一位 我的看法不完全相同 如果你研究一下中国在乌克兰的大规模投资 确实对结束战争有兴趣 但当然只是出于自身利益 而不是为了和平目的 然而西方对俄罗斯的消耗战肯定不是不合时宜的 下一位 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参与仅限于提供武器 作为对战争的反应 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正在武装自己 我对这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表示怀疑 相反乌克兰战争更有可能导致 美国盟友之间更深入的合作 因为中国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威胁 我认为中国会对快速结束战争感到高兴 下一位 西方没有任何什么和平倡议 但至少中国在努力 当然中国也在其中追求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不想再让西方单方面制定世界的游戏规则 过去中国不得不看着西方在欧洲 在美国的影响下越来越向东扩张 现在越来越面临美国咄咄逼人的反华政策 它被扩展到越来越多领域 在这一点上他不能放弃其唯一的盟友 习近平当然不是普京的朋友 这是完全基于对抗共同敌人的目的性伙伴关系上 不幸的是 欧洲人正让自己越来越多的被美国控制 欧洲人最好能反思自己的实力 认清自己的利益 下一位 我至少知道西方的和平倡议 我完全赞同这个倡议 那就是俄罗斯滚出乌克兰 下一位 听起来似乎让乌克兰消失 与普京握手言欢 符合欧洲人的利益 直到并吞下个国家 而你只认为中美之间关系的紧绷和日益增加侵略性是单方面的 情况远非如此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帝国主义和侵略性 下一位 我们的利益是各国遵守协议 纳粹俄国在1994年与美国和英国一起 以树面形式保证了乌克兰的边界 我们必须回归这个点 俄罗斯人滚开乌克兰 其他的都是对俄罗斯的侵略政策的奖励 纳粹俄国必须懂得 这样做是不值得的 下一位 把习近平的自言自语 称之为和平倡议是个笑话 中国不是野 而是只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没有别的 下一位 我经历的历史是不同的 不是西方转向东方 相反是东方在转向西方 也许你会感到惊讶 但人们喜欢自由 民主和繁荣 这不是贪污腐败和独裁政权 能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到某个时候 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将会结干而起 下一位 几年前 谁能料到普京会成为习近平的哈巴狗 下一位 俄罗斯希望与欧洲 特别是与德国建立伙伴关系 美国一直想阻止他 这也是过去15年来 美国采取的相用政策 现在令所有人惊讶的是 普京已经变成一个魔鬼 机会已经失去 中国提供技术 俄罗斯提供原材料 美国正在用补贴和廉价能源 将工业从欧洲挖走 欧盟做得真好呀 把自己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成为大输家 下一位 你错了 俄罗斯想用它的影响力 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继续苏联的政策 伙伴关系 笑死人呢 俄罗斯普京在这方面最大限度的失败了 甚至在乌克兰 俄罗斯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 来让他站在自己一边 你说 现在令所有人惊讶的是 普京已经变成一个魔鬼 机会已经失去 我告诉你 普京一直是魔鬼 他只是现在才表现出来 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机会 而是一个陷阱 俄罗斯很虚弱 由于人口结构的原因 未来很黯淡 而且由于普京在乌克兰把自己赌输了 他现在不得不把他的国家出卖给中国 谁是这里的大输家 欧洲吗 当然不是 下一位 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不错呀 自从普京掌权以来 俄罗斯变得越来越不民主 越来越具有帝国主义色彩 他们看着这种情况发生已经太久了 而且从经济上来奖励他 普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魔鬼猛兽 是因为他没有被阻止 而我们的经济困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因为我们对廉价天然气的甜蜜幻想 使我们产生了对俄罗斯的依赖 而现在摆脱依赖给我们带来了伤害 下一位 这位读者对本报道的标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习近平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他的评论是 中国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加 因为他的经济实力 使他在军事上也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西方大幅减少 对中国廉价消费品的需求 以及对中国廉价制造业的依赖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将陷入巨大的动荡 无数中国人失业将严重危机 甚至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届时军队将几乎没有任何资源 用于对他国的冒险 中国的邻国将稍微平静 世界经济可以再次变得更加区域化 从而更加经济 环境也将得到改善 当然这是一个白日梦 因为无论条件如何 我们西方消费者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廉价消费 下一位 这并不相互排斥 新的目的地是印度 即使莫迪对我们来说过于民族主义 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印度是一个远比中国更加令人愉快的伙伴 而且印度是中国的死敌 例如苹果公司正在将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到印度 你知道夏尔茨为什么在二月底反映印度吗 下一位 中国正在千方百计的扩大其权力 但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无论是在南欧还是现在的俄罗斯 到处都对中国有依赖性 迟早会变成危险的权力影响 中国是否会得逞是另一回事 但中国正在持续扩大其军事力量 这将是我们不得不感受到的达摩克里斯之见 无论如何 中国对俄罗斯的访问表明 他现在正走在对抗的道路上 既然他们完全采用俄罗斯的基调 那么我们应该清楚 我们正被当作头号公敌 15年前 我在中国的日子让我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欧洲白人的处境从来没有好过 当时已经很明显的民主主义倾向 今天正式接触果实 中国正式努力在实现这一地位 对国际关系不屑一顾 当然除非他们带来进步 他们希望向对西方国家扩大进步 以便最终接管世界的掌舵权 我很害怕这一点 这也是我们公司很久以前就撤出中国的原因 好的朋友们 以上是这家德国中间偏左媒体的读者评论 从以上这家德国中间偏左媒体的读者评论 可以看出 几乎一边倒到负面 看待习近平反俄 以及中国的12点和平倡议 是否其他西方国家这样 不得而知 我猜也是八九不离十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另一个欧洲国家 奥地利媒体标准报 对习近平反俄的报道 以及读者评论 其实这是一篇类似于社论性质的评论文章 标题为 普京与习近平会面提供了一种新世界观的洞察力 中俄轴心正在迫使美国和欧洲寻找新的盟友 印度是主要目标 世界正在被重新丈量 无论在美国 欧洲 印度 土耳其还是中国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正在改变全球的力量平衡 西方国家正在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 七国集团和北约国家正在向一起靠拢 而在另一边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形成一个目的性联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 是这种新的深厚的联盟的一个标志 自从俄罗斯可以预见 西方国家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来 莫斯科一直在寻求向北京靠拢 根据格言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从俄罗斯进口廉价原材料 正在为经济不景气的中国助一臂之力 为习近平所称道的与俄罗斯的永恒的友谊 增添一份甜蜜 但中国也想在地缘政治上 以及在乌克兰战争中做一个中立和有价值的调解人 给自己定位 现在调停的不再是西方 而是希望加强其影响力的东方 在中国的斡旋下 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和解 从而表明它对全球政治影响力的诉求 但也正是由于中国的原因 西方没有成功说服印度或南非等最重要的新兴国家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中立调解看起来是不同的 理想的状况 西方民主国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为了确保西方的影响力和繁荣 主要的政治人物 给予加强其他勉强称得上民主参与者的现有关系 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看到诸于Aoukos 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 和亚洲四国 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 他们针对的是真正的或担心的中国威胁 但欧洲也在努力重组其伙伴关系 减少经济依赖性 并在东亚和东南亚寻找新的盟友 美国总统乔拜登所说的 民主国家反对专制国家的联盟 承认更像是一种道德理想 而非现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正受到各方追捧的印度 在这两个集团之间 占据一个特殊的角色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正如该国喜欢自己标榜的那样 与俄罗斯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对抗中国的联盟中 信德里对美国和欧洲很重要 反之宜然 目前西方的战略利益占上风 这也是印度对俄罗斯的态度 被忽视的原因 对这个由于经济 人口和政治分量不断增加 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信心国家 也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但西方不应该过于廉价的出卖自己的忠诚 毕竟印度仍然是欧洲发展援助的受益者 为了让印度也加入反对俄罗斯的行列 并说服它采取政治立场 至少值得一试来争取印度 好 朋友们 现在我们来看几条读者评论 中国经济上市的打击 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中国经济今年预计将增长5.2% 当然是从一个较低的水平开始的 但在欧元区预计只有0.7%的增长 德国的经济甚至在萎缩 而印度的增长预计为6.1% 不会比中国高多少 印度现在是中国的对手 但另一方面 印度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 也是中国的错 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当然 如果中国也不加入制裁 对印度来说 不加入制裁可能会更容易 但仅仅是中国不加入制裁的事实 并不排除中国可以进行中立的调解 下一位 印度和中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分歧 多年来一次又一次 甚至在军事上 中国和印度在所谓的控制线上 发生了切实的冲突 因此实际上有士兵在边境淡命 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 双方的互信是零 除此之外 印度正关切的看着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 另一个不小的问题是 在对外贸易方面 印度将中国视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然而排在首位的应该是印度将自己 视为一个民主国家的事实 而公众的辩论与欧洲的辩论并不一样 印度社会不信任中国 下一位 亚洲印度和俄罗斯比整个西方加起来都要大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是欧盟和印度和中国对话 而不是谴责他们的时候了 没有办法绕过他们 下一位 西方国家不应该太廉价的出卖自己的忠诚 我们很快就与血腥的石油王子 和恐怖活动的资助者交上了朋友 为了得到一桶石油 我们就向落后的政权下跪 每一个来自非洲 亚洲或南美的大屠杀者 总是受到欢迎 只要他给我们提供原材料 并反对他人 这种总是指责错在他人的 自我满足的道德主义 令人作呕 下一位 印度当然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不会简单的让自己强迫推到任何方向 俄罗斯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武器 在这两种情况下 印度反对俄罗斯将是昂贵和冒险的 然而从中期来看 他们可能会建立自己的军工业 不依赖别人 下一位 印度想从俄罗斯获得廉价的原材料 从欧洲获得发展援助 这样也行得通 下一位 俄罗斯武器系统在乌克兰的破坏性表现 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张主义欲望 已经导致印度的转向西方越来越强 巴基斯坦正越来越依赖中国 缅甸也是如此 印度的安全在于西方 下一位 如果中国真的将自己定位为调解人 那么我们不应该提前拒绝 如果习近平真的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 接触在乌克兰的死亡 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 最大的障碍将是原则上要求俄罗斯人 从备战领土撤出 我不认为普京还有能力这么做 或者甚至使其在自己的人民面前 看起来不错 但我们也不能让他 在获得领土的情况下逃脱罪责 完全不对话 不会让我们有任何收获 在俄罗斯那里人也是人 下一位 好吧 也许中国会给目前无法忍受的局面 带来一点改变 每一天的战争都是多余的 下一位 我们喜欢谈论价值观 真正重要的是资源和经济实力 印度显然与俄罗斯和中国同在一条船上 下一位 难道不是得益于西方国家 在中国廉价生产 才使中国变得强大的吗 下一位 民主等于好 其他一切等于恶 这种误解来自哪里 有史以来最大的两个殖民帝国 法国英国 当时在其核心国 是最进步的民主国家 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残酷的剥削制度 谋杀剥削了数亿人 在西方仍然存在这样的心态 民主是我们的 亚洲人非洲人应该按我们的要求去做 否则我们将以制裁 或真正的民主炸弹的形式打击他们 下一位 许多俄罗斯人已经在学习中文 因为他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将成为中国的殖民地 下一位 事实上印度正越来越多的被中国自己感到西方的怀抱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极端扩张 对印度来说是个鲜明的警告信号 从中期来看 四国联盟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有韧性的军事联盟 下一位 如果印度足够聪明的话 不要卷入其中 令人遗憾的是 大部分分析都是从2022年2月开始的 我认为它应该从1990年开始 从那时起 人们或多或少的都在讨论欧洲俄罗斯经济联盟 它可能成为美国和中国主要竞争对手 现在已经确定 由欧洲俄罗斯经济联盟变成俄中经济联盟 现在还不能确定印度是否会参与这两个联盟中的任何一方 如果他们足够聪明 他们将不参与其中任何一方 下一位 如果你和一个在国际上被定罪为战争罪犯和杀人犯保持友好关系 你就是一个帮凶 下一位 布什本应以同样的方式 为伊拉克战争40万平民死亡受审 但他从未受审 我认为不能看出这个法庭为谁服务 难怪许多国家都不承认这个儿戏机构 下一位 也与此有关 汉族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是世界唯一的主权国家 只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一点 这里根本没有人关心中国 相反 每个人都关注美国 相应的 许多人认为他们与中国人是平等的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俄罗斯也绝不是中国的伙伴 而只是一个有用的邻国 下一位 唯一一个真正没有伙伴就无法继续下去的国家是俄罗斯 而通过乌克兰的特别行动 普京使自己如此依赖中国 这令人难以置信 他已经成为中国的小跟班 但我无法理解大家对中国人的不好看法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坏 并且它显示了起码的人道主义 团结和社会方式 不是吗 下一位 你还相信来自中国的任何数据 如果5.2%是真的 那是因为近年来经济崩溃了 而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 下一位 中国最害怕什么 可能是俄罗斯人的惨败 一场革命 俄罗斯与西方的和解 中国希望避免这种情况 问题是如何避免它 下一位 欧洲正在被牺牲掉 可能会被允许接受一个完全不成熟 腐败的乌克兰加入欧盟 这将导致欧洲彻底分裂 而如果你这么说 你会被灭灭叫的羊群 谴责为普京的支持者 下一位 印度也想跳上西方工厂的行列 和中国一样 它需要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以便解放自己 然而 我不认为印度会转向西方 在我看来 这个国家想要解放自己 以实现更高的更好的生活水平 下一位 令人做偶的事 不断发生短兵相截的东西方冲突 俄罗斯反对美国等等 为什么人类不能团结起来 人类真的不聪明 下一位 我不会这样一概而论 普京 特朗普 欧尔班 习近平和其他人 都是些残忍的老头 从逻辑上讲 他们会被赶下台 下个人又会变老 因此 有必要防止权力 在一个人手中 停留太长时间 民主 分权 和时间限制 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下一位 过去100年 美国和欧洲 或多或少的主宰了世界 并且并不那么温柔 中国和印度已经受够了 而且足够强大 不会再受制于人 下一位 就因为他们让自己的人民保持沉默和受压迫 他们对民主的恐惧 就像魔鬼对圣水的恐惧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与他们斗争的原因 下一位 但他们还没有强调到可以把他们的专制制度输出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庆幸美国和欧洲仍然存在 下一位 拭目以待吧 到目前为止 美国在输出自由和民主方面也不是很成功 下一位 印度至少不是个专制国家 所以与他们合作是有意义的 下一位 没有人给这位网名叫理性经济学家的读者点赞 还是点彩 但估计他对印度有些了解 他说 如果让我选择 我宁愿生活在中国 在那里至少 我有一个实现生活在中产阶级的机会 在印度 只有百分之几的人是中产阶级 其他人都生活在贫困之中 下一位 还有一个选择 欧洲应该宣布自己是主权独立的 而不是跟随北约 因而也是美国极其无所不能的主张 欧洲应该奉行独立的政策 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当然比美国的单极化世界更合理 因为美国通过军事手段 进行经济博削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任何方面都是不正当的 过去几十年的战争 直接或间接的从美国开始 足以表明我们最终 要与他们和他们的鲁莽政策保持距离 好的朋友们 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